明朝是如何彻底平定云南地区的 其实就是简单的物理通话 我们要知道在明代以前 只有汉朝时期曾经短暂的治理过云南 但是在魏晋之后 云贵地区就完全脱离了 唐朝时期拿南兆没有什么办法 宋朝时期一样也拿不下大理国 甚至在宋太祖的时候 干脆就拿着玉府一挥 这块地儿咱彻底不要了 这天王老子们不去管 就让当时的云南本地势力一个劲的撒花 不仅自己能够当家做主 甚至连文化上都不太一样 大家打开地图就会发现 今天的云南省在地理上 和东南亚的地区更加贴近 云贵高原也是南亚次大陆 从海平面向北延伸的一个高点 这离得近文化上也就开始越来越接近 于是乎这个源自于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 在六朝以后独立的600多年里 深受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影响 还逐渐的发展出了和中原文明不一样的独特性 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文字了 云南从唐朝时期南兆国立国开始 借用中原的汉字以及汉字的偏旁 自己创立了一个叫博文的东西 南兆和大理国都演用了这种文字 600多年下来 云南当地累积了大量用博文撰写的书籍 那这可就糟了 万一他要是像越南那样越滚越皮 最后从儿子变成逆子 那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结果明朝在进入到云南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抛弃了 过去对于云南三不管的态度 当时大理段家人还派使者去见傅友德 希望明朝能够允许段家继续维持在云南地区的特权和独立 结果朱元璋断然回绝 传直给傅友德 告诉段家人说 我们不搞唐宋那一套 什么他的你的 现在都是我的 在云南境内不再搞什么大兴吐司的间接统治 而是派了慕英这个义子 在当地做了前国公永振云南 随后就在云南开始了大规模的毁文分书 将南兆和大理时期积攒了六百年历史的所有官方文书全部摧毁 断绝了博文的传承 一下子让云南避免成了第二个越南 解决了文字之后 明朝就开始大规模的移民 一面是将今天江苏等地的人口大规模的往云南迁 一面是将云南本地的土著往山东河南迁 以后的两百多年里 明朝不断的通过猥琐的方式对当地进行同化 最终才让云南这个唐宋时期的境外之地 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内地 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内地